被C罗抢断 梅西却下了 因为这可能是梅罗最后一次 以现役球员的身份在球场监狱 在C罗心中 梅西早就从对手变成了队友 所以当成功抢断后 C罗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 而是依旧专注于赛场之上 相比中介梅西连续四年的金球奖 他更享受的是在逆境中重生的感觉 所以当梅西被撞倒在地 队友没有任何表示时 C罗会默默地将他拉起 当梅西因为输掉比赛而黯然神伤时 C罗会穿越人海 用拥抱疗愈他内心的伤痛 而在梅西的心中 C罗的位置也十分独特 曾有记者问梅西 为什么你从来不说C罗是现役最佳 而梅西的回复是 因为我把他和自己放在了一起 梅罗的伟大之处 不光在于相互鼓励相互勉励 他们都征服了 曾经的对手 当梅西进球时 拉姆斯总会亲吻他 正如水爷所言 和梅西做队友是一件幸福的事 离开巴塞后的二爷 终于可以说出心里的秘密 C罗一直都是我的榜样 他让我明白了 凡人通过努力 是可以拥有鼻尖神明的力量吧 预备 I'm I'm im 感谢观看